字幕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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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我是三粒鐘 上次我出了一個工作室的上集 之後我收到了一份委託 他們叫我幫他們做一個櫃 那櫃有幾個要求 第一要有滑,第二要有活動層板 第三要拖門 第四要有鎖 基於這些要求就設計了一個櫃的樣子 現在我們就開工了 字幕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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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得出來嗎? 你等人自信進去嗎? 現在後悔 字幕翻譯 還有多 case 現在是食碗了 現在就裝好這些碗,就是一個活動的櫃 我們就搞定了 好了,我終於都組好了這個櫃 這個櫃將會做一個拖門 所以要加一個櫃,割個坑,還有塵板 我就大功告成了 不,我還要貼膠板,還要貼膠板,那就完蛋了 想不解釋一下為什麼要在這裡做作作? 我應該是要在未組裝的時候 就割好坑 要不然機會不夠位置入 我現在就要靠人手作出來 割好坑,之後就把蟲放進去 我剛才也聽到有什麼把蟲放進去 我還以為我在弄 放蟲吧 OK 走,走,走… 走,走… 對… 這裡是非常可怕 做所有操作 好了,我終於完成了這個櫃 我之前因為地方限制 所以令我沒什麼機會可以做到這些傢俬 我現在做這個櫃就拿到很多經驗 包括做拖門 我發現原來拖門也蠻難做的 因為我第一次是失敗了 要再教我很多次才可以做到這麼順暢 現在這個櫃就可以動 還有鎖,還有活動塵板 都符合你的要求 我可以給我的委託人 我接下來也會做更多這類型的傢俬 同時我亦都不會做到以前的小工藝品 如果喜歡這類型DIY的影片 記得訂閱我 還有follow我IG和Facebook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我是三個鐘,拜拜 енты 晚上 周我